我們講新導演新瑞 其實就有一種世代傳承的感覺 這次新北市電影節 Ryan你也測了一個單元 叫做微熱日本 是 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剛好我們有一個管道 然後對方他們跟我們說 他們有一批日本的短片 然後希望能夠跟我們合作 那我們一開始就聽 因為因為他們一開始是說微電影 那大家可能知道 如果常在看影展 有時候聽到微電影 你都會覺得那不是廣告嗎 所以我們一開始 都有點擔心 就想說 因為就查嘛 然後查了就發現這個是雀草 他們去投資的一個廣告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會不會裡頭的人物 比如說這個茶杯 都要這個月草雀草 然後要有他們喝的飲料 四處都置入行銷這樣子 然後加上我們在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他們有 就是一開始是短片 後來又變長片 然後我們一直都忐忑不安 但是看到成品之後 我和譯者就花了很多時間去 因為我不太懂日文 那我們看了 至少那些影像都很棒 然後那些譯者 他看完之後 我們其實對那批作品 都非常的折服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批作品 我們仔細地跟他研究過之後發現 雀草 他們其實不是第一次去投資 日本的本土創作者去拍攝這樣的一個短片 那當然有些導演後來從 因為他們本來都只是要拍十分鐘短片 後來發展成九十分鐘的唱片 其實很多導演都也都很會很會撐 對 因為大家可能記得大概十年前吧 知名的純愛教主 顏謹俊二 他有一套作品叫做花語愛麗絲 他其實算是為了那個為電影的先驅 一開始是廣告 後來就發展成一部 類似散文風格的青春電影 然後引起非常大的迴響 那其實就是這一系列為了日本的那個NASO 那個雀草他們那樣 他們的那個機構去成立去支持的 那這一次的去負責這個案子的永田秦 其實他就是顏俊俊二的大弟子 所以他的作品 一支短片叫我愛你in Tokyo 我愛你在東京 透過一個臺灣女孩 跟一個日本男孩的戀情 那種淡淡的 然後可能有逆光 顏謹俊樂喜歡拍逆光 這樣的一個攝影風格 然後那個故事是清淡 比較不是那種很濃烈的 你死我活那一種的 他就有非常 就就非常有顏謹俊樂的一個 一個一個那種透明感 我喜歡說他是有一種透明感 那另外因為永田秦 他的一個好好人員 他還邀到臺灣導演 都非常熟悉的 比如說像左左步青 左左步青曾經請那個宮崎奎 和很紅的戒亞人 現在很紅的戒亞人 一起拍過一部講丈夫得憂鬱 真的叫anada有點blue 那這一次我們邀了他 這一次左左步青 他跟永田起 他們都會來臺灣 然後帶著他們的最新的 為了為了日本的作品 左左步青 甚至還有第二部片 我們另外邀的東京難民 講東京二十二K組 大學生如何淪為 大學生如何淪為街頭難民 這樣的一個社會現象的故事 那另外還有臺灣影展觀眾都非常喜歡的 紗布 我們都知道他是電影鬼才 然後他也拍過像白兔玩偶 這樣可愛的作品 那這一次他帶來一部黑色短片 黑白短片 叫做武士想太多 就是那種武士要跟人家對決之前 然後會有很多的腦內劇場 在那裡一直鑽 就是一支蠻搞笑的作品 然後他居然願意為了一支短片 來到臺灣 對那我們當初其實都有點 訝異說他們怎麼會這麼支持 這樣的一個短片創作 後來我們跟譯者就一直去研究 這個圍著日本這個現象 我們才發現 因為其實日本現在他最 他們整個影視產業最重要的作品 大多是改編作品 大多是從漫畫 或者像日本他們很多電影 都是改編至暢銷小說 推理小說 或者那種比如說講愛情大眾性的 當然也有文學小說 可是大部分都不是原創題材 所以日本人 他們自己會格外珍惜 因為畢竟當你這個題材 已經很受歡迎 有固定的書有支持的時候 你去改編成電影 好像就有一個賣座的保證 所以他們這些導演 他們就會格外支持原創的機會 因為原創畢竟對投資者來說 風險性可能會比較高 是 對 而且人家可能不曉得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對 所以這一次圍樂日本 就像永田寢 他們這樣的一個終生代 然後帶著一些過去是他們助手 或者他們一直覺得很有潛力的 一些新人 新人導演 一起創作 就終生代結合新人 然後總共十一個導演 創作出十一支長團片 然後風格有酷熟 有搞笑 有怪怪的 有浪漫 純愛的 然後像也有左左不清拍的 瞎子摸像 是獻給拍電影 熱愛電影 這件事情 題材非常的多元 那我覺得整個我們非常榮幸 能夠介紹給臺灣的觀眾 而且他們也願意來到臺灣 然後跟我們討論日本現在的一個原創精神的創作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舉辦一個還蠻有蠻多導演一字排開 亮相的這樣的一個論壇 對 就討論日本的當下的創作跟原創精神這件事情 所以一路聽下來 今年新北市電影節真的是非常精彩 Ryan 可不可以最後跟我們講你的私房片單呢 好 我自己自己最喜歡的一部作品 其實是社會事件部裡頭 那那部片叫做夢想高速公路 夢想高速公路 那大家如果你翻到 你看到那一張劇照 你就會發現這個人好熟 因為他那個男主角佛朗索瓦克魯塞 他其實就是演過一部片叫逆轉人生 他演一個癱瘓的 然後跟一個黑人看護之間的友誼 那他是法國很知名的影帝 那這一部夢想高速公路 我會說他就是法國的卡諾 因為他演個片子 然後他一開始是要去一個很推 已經非常 就是整個經濟很衰退的 小村莊 小鎮 要去騙那些鎮民錢 那個鎮因為他們期望能夠開條 高速公路帶動地方經濟 可是後來失敗 那這個片子就要去騙他們 要去跟他們說可以開拓 可是其實是要騙他們的錢 可是他去的時候 他就愛上那個小鎮 認同那個小鎮 所以他決定要真的帶領他們去追求 這個不可能的夢想 聽起來很弱 很 好像很不可思議對不對 可是他是真實發生在法國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把他放進社會事件部 他真的發生 而且那一條路 其實是真的有蓋出一個樣貌出來 對 所以故事其實整個就是在 他其實沒有 當然他不會像我們傳統 覺得那是不是要很熱血 很激昂 法國人拍不會這麼的熱血 可是他的故事 因為第一是這個男主角的好演技 第二是因為這是一個真實事件 然後這麼不可思議 他卻真的完成 而電影導演 他用了非常棒的攝影 非常棒的音樂 以及一群凱撒獎的影帝影 還有非常多優秀的演員 甚至還有一個現在法國很夯的創作女少 女歌手 叫SOCO 他也來演出 就整個卡士 非常亮麗的情況下 他們拍出一部非常感動人心的電影 然後他其實也是那一年法國最轟動的電影 那因為我們 我一直 我後來看完一直覺得這部片 居然從來沒有來過臺灣 我們看法國片 好像臺灣影展 很大部分都還是比較以藝術取向 那這一部他是法國很成功的商業片 可是我覺得他不止有商業的一個娛樂點所在 他同時他也有非常高的藝術性 對 然後我自己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 我自己一定還要再看大螢幕 再看一次 是 所以有私心自己帶腰的這部片來 新北市電影節 那今天非常感謝Ryan幫我們分享 新北市電影節的片單 謝謝Ryan 謝謝 我已經習慣了他不遠不近的腳步聲 我已經習慣了他不遠不近的腳步聲 不知道為什麼這腳步聲讓我心裡很踏實 始終覺得他不會離開我 但他真的消失了